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这个被誉为年度最戳新的短片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却打动了数千万网友 视频里的主角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 或者就是因为年龄曾纠结过的你我 很喜欢视频的前后安排 就像是安排我们和自己和岁月 来了一次温暖的释怀 让人发自内心觉得 是啊 三十岁了 可是那又怎样 提到三十岁 你会想到什么 常来觉得三十岁只是一个代表年龄的数字 但现在发现三十岁能代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们总是会听到别人说 你已经三十岁了 再不嫁人就嫁不出去了 三十岁的人怎么可以不买房买车 你都三十岁了 怎么还不生孩子 三十岁的你 手里有多少存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三十岁成了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 它就像一个紧箍咒 紧紧套牢了我们 让我们忙着 在三十岁到来的时候结婚生子 事业有成 成家立业 更何况 还有父母长辈的担忧 同龄人的目光 其他人的评价 我们无处躲藏 逃也逃不掉 人性有一个弱点 就是你在意的东西 永远在折磨着你 三十岁 就像一座大山 挡在人生路上 让我们机械的工作 疲惫的生活 害怕去改变 也害怕去探索 就好像一旦过了三十岁 人生便不再是自己的 而是为了和别人一样而活了 时间久了 我们也开始怀疑 三十岁了 是不是真的不能再随心所欲了 等不及嫁给爱情 找个合适的人 讲究一下也可以吧 还没实现的梦想 要不然就放弃吧 不喜欢的工作 到了这个年纪 就凑合一下吧 可是 你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 那时候的你 面对未知 仍然敢于向前 那时候的你 哪怕害怕 也要尽力试一试 那时候的你 就算跌倒了 也要爬起来继续上路 那时候的你 哪怕受到质疑 也始终内心坚定 那时候的你 眼里有光芒 心里有期待 那么 现在的你呢 当你因为年龄 止步不前的时候 有没有问过自己 内心真实的想法 到底是顾及年龄 还是因为失去了 勇往直前的勇气 要知道 一个人的老去 其实不是岁数的增长 而是心态的变老啊 当你因为顾虑害怕 不敢尝试的时候 当你以为 人生无法改变 而认命的时候 当你对一切事物 都不再抱以希望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老去 罗曼·罗兰曾在书里写 很多人在二十岁 三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一过这个年龄 他们只不过 变成了自己的影子 此后的余生 不过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日复一日 重复他们 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所爱所恨 衰老的真正开始 不是眼角的皱纹 也不是头上的白发 而是一个人的心 不再滚烫 对生活失去了热忱 而那些永远对未来 抱有期待 永远敢于去做的人 不管走出多久 归来仍是少年 就像四十五岁的朴树 会一边唱歌 一边崩溃大哭 只因情到深处 想起了那些年 送别过的人和事 就像这位六十多岁的爷爷 结婚多年 还会手捧玫瑰花 像少年时一样 等待心爱之人出现 就像这位八十三岁的奶奶 直到现在 都在努力学习编程 从未停止过 学习和成长的脚步 你看 年龄从来不是阻碍 只要你仍有满腔热情 不得不承认 世界节奏太快 变化太多 我们会因为害怕掉队 而走得太快 却忘记了自己为何出发 又想去往何处 然而 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那些三十岁 想做但没有去做的事情 等到五十岁想起时 还会遗憾 三十岁想爱 但没开口的人 等到六十岁想起来的时候 仍然觉得可惜 所以 不要总是害怕来不及 却忘记了 你其实还年轻 因为人生最好的时候 永远都是趁现在 现在 去想去的地方吧 就像无数次梦过的一样 去做想做的事情吧 就像从未胆怯过一样 去爱想爱的人吧 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只要你一直向前 就永远不会老去 愿你 从不放弃 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在有限的时空里 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永远年轻 永远 热泪盈眶 那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读者 我是如初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 晚安 两个人啊 一段情啊 一个故事 一座城市 这城市好大啊 好多人啊 谁记得故事的开始啊 我一个人看风景 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收拾好心情 不再害怕受伤 越来越坚强 爱过你 爱过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两个人啊 两个人啊 一段情啊 一个故事 一座城市 这城市好大啊 好多人啊 谁记得故事的开始啊 我一个人看风景 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收拾好心情 不再害怕受伤 越来越坚强 爱过你 爱过远方 我一个人看风景 一个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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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情 不再害怕受伤 越来越坚强 我爱过你爱过远方 我爱过你爱过远方